有Live的嗎? 我在網路上了嗎? OK, I'm live I'm live I'm live I am live I am Live OK 那其他人有聽到聲音嗎? Anyone It's an empty class OK 有人了 那可以 We can teach OK 可以 剛剛那個網路有點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今天 繼續 講課 We will talk about Volumization 然後 今天的大事就是 Bill Anderson去世了 對啊 他是 做 The Giants 所以 真心是非常驚訝 對啊 就是光 講他 做的工作 我們就可以講一個學期 知道嗎? OK Anyway 我們必須 Move on 阿伯的96歲 OK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 今天就只有講一個 Bosalization 我們已經教過了很多 拓譜的問題 我們都在教Gapped Gapped System 那我們今天 教 然後是 Non-Interacting Gapped System 然後我們說 譬如說 Inter-Japan 我們介紹過很多 那我們現在 然後我們一開始 也是從 一圍的 Lightest Model 講 講一個 問題 對吧 但是我們現在主要是要 講說 如果不考慮一個 Non-Interacting 然後 那我要怎麼樣去解這個問題 就是 Interacting Non-Interacting 我們會解 我們要解 Interacting 的問題 Non-Interacting 我們會解 我們已經解了 然後沒有非常多 Trivial的問題 那 Interacting Intrinsically 是 A difficult problem 那是在一圍的時候 是可以解的 然後 我主要會Follow Follow那個 Miranda的 Miranda的那個 Paper 基本上 那片Paper 是一個Note Miranda 他寫得還很不錯 所以非常地條 所以大家可以Go through Go through那個 鏡頭可以再左一點嗎 可以的 你的左是這邊的意思嗎 不對 你的左是這邊的意思 Miranda的 Feed Six Brazil Brasil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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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sics Volume 33 Number 1 2003 OK OK 好 那我們 總是要有個 Starting Point 那我們今天的 Start Point 是從1D開始 就是 Organization 主要是1D的問題 但是現在大家有很多 Generalize to higher dimension 但是那些都是有非常困難 非常有Sub到底的 但是 In any case 我們要先會1D的問題 那 Organization 的Purpose 是要 是要 1D Solve 1D Interacting Fremium System 我們出發點 我們出發點 其實很簡單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中間有很多Sub到底 然後它中間有很多假設 但是為什麼這個假設是可以 是Make sense 我們就一一的說明 那它的Starting Point 就是 Consider Free Fermium 1D Free Fermium For Quadratic System 所以這個東西的 Hermitonian 基本上是P平方 屬於2m 對吧 這是一個 Quadratic 那個 Dispersion 好 那我們可以考慮 在這場 我都沒有interacting 所以我可以考慮 有某個Fermic 然後下面就 Vocupy 很多 那個 墊子 然後這個我們要解過嘛 然後我們解過一個經歷的問題 就是說 假設這邊有Pyrus Instability 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Gap 然後我們可以用 Polarization 或者是Difference of Polarization Cheroperas 這個1D Gap System 那我們現在 再從這個地方 假設我們現在也不考慮Gap 我們就考慮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考慮說 那這個問題 假設我們interacting的話 就是說 這邊的話 假設 是 是 然後interacting的話 我們多寫成 那個 many possible language 就是想寫這樣 對吧 這是P的分數 然後我們通常是GP 對吧 然後我們後面可能還要再加上 4Vermium Interaction Term 就是考慮 墊子墊子的 interaction term 那這個問題就沒有像 我們原來那麼解 我們之前都沒有這個term 現在在考慮這個term的話 我們要怎麼解它 好 那解它的方法首先就是說 我們 我們在解它的範圍 就是在一個 energy window裡面 我們在這個energy window裡面 window裡面 我們去理解它的propert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4Vermium Interaction 這個是bottom 那就是想要去理解的問題 的問題 那這個 在這個window裡面的話 我們就可以 有 effective theory去解釋它 那effective theory就是說 我們可以 在這個spectrum的language下 就是說 我們可以linearize 這兩個spectrum 對吧 我們可以linearize 所以我們就看起來 這邊就是像這樣子 貼滿 然後貼滿 無線大的 然後這邊 就貼滿 無線大的 對吧 那我們當然會問到 無線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邊會貼到無線大的 在lative system下 是沒有任何無線大的問題 但是 我們可以用很多方法 比如說 normal ordering 把這些無線大的substract表 就是一個 長溫長溫的技巧 然後第二個說 為什麼這make sense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如果只考慮在 這個energy window的話 這下面一些 dispersion curvature 根本 是我 量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根本看不到 那在我可測量 或一些property 或者是 比如說 transport property 那些的話 那這些都不會有影響 對吧 那我就可以 用這個effective theory 去 去describe the physics within this energy window which is relevant to our physics observable OK 好 那有這個出發者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 可以開始 可以開始寫 寫我們的那個問題 好 那這個effective theory 兩條branch 對吧 我們可以有這個 叫做right mover 我們可以說 這是right mover 然後這是left mover 對吧 因為它的dispersion 是正的 它是dispersion 是負的 代表說 它的那個 跑的方向不一樣 對吧 那這個effective theory 就是把這邊展開 下 我們這個叫做h0 那我們這個東西 當然是怎麼樣 那我們考慮 某一個邊界好了 它的長度在 在介於l over 2 跟minus l over 2 跟minus l over 2 中間 那我們就是可以這樣子 minus i 加上ermission conjugate OK 所以這邊是left mover 這邊是right mover 對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 完整的theory OK 然後我們consider 這個東西 在real space 它是有 它是有被限制住的 到無限大的 但是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linearize 如果我的k 是有限的話 那我會有一個底 我就不是 沒有辦法造成periodic foundary condition 所以k是屬於無限的 對吧 k是屬於無限的 是2 這個pi l over n 一樣 我l 但是你可以選擇 這個real zone 在這個情況下 它是屬於pi over minus a 到a 所以a是我的intrinsive letic spacing 好 那我知道這個東西沒有底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要 趨近於無限大量 到負無限大量 也就是說 sorry 也就是說這個k 是屬於這樣子 照這樣的level 對吧 就是要趨近於無限大 對吧 那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effective theory的角度下 real space representation 能加於這個lattice the length 是趨近於零的 這是我要處理的極限 讓這20是屬於z ok 好 那這個是我的 我的出發點 首先我跟你說 就是說 就physic 在這個我有興趣的這個image window 有效的那個description 就可以有這個很恐怖的句寫 寫下來 那現在就是說我理論上就是可以把這個 假設我可以用這個東西 這個都是vermium 對吧 vermium field 對吧 那我現在motivation就是說 在這樣的基礎下 我是否可以找到 一種方法把它寫成boto 那我就完了 那寫成boto我們好處 我們之後就知道了 對吧 但是在此之前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好 這個東西寫成這兩個的話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vermium surface 就是一個點 對吧 對吧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考慮 某一種東西 像是一個點 the object potonization 基本上就是考慮這個點的object 這個object 這個object 就是physics 這個object 它是會 會動的 那這個動是透過所謂的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譬如說 你把某一個electron 這樣的躍身上去 那我相對於這個 這個vermium surface 它就有稍微 有做一點 擾動 這個vermium surface 這個擾動 這個point的擾動 它相對於是某一種mold 這個mold是bosonic的mold h0的近似是正比於動量嗎 對 沒錯 我前面還是要再加一個bf 對 exactly 就是很大邪律 謝謝 ok 好 那 所以這個東西 potonization of field 是描述著某一個vermium point 在意味中 在under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下的一種 形式 collective mode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好像描述這個點 在經過好像彈簧的拉扯 這樣上下礦海空區 所以它本質很像在結一個harmonic oscillator 所以我們變相這個問題去 map到一個boson問題 因為harmonic oscillator就是一個boson field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 把一個collective mode 這個東西把它想通話 找到一個collective mode 它像boson一樣 然後這個collective mode 是描述這個vermium point 在particle hole的distortion下 它是如何運動的 然後就好像這個particle hole distortion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就好像是那種distortion 拉著這個vermium point 所以它的本質上的問題是這樣 OK 我看得到 好像有一個 Anyway 物理是這樣 Physics is the distortion of fermi point OK 直播影片現在是不是掛掉 現在還掛掉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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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掛掉了嗎 還掛掉了嗎 有掛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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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掛掉嗎 可以回應一下嗎 OK 現在是正常耶 OK 對 Z3好像說不正常 Z3 OK 但是它是寄信給我的 有人可以report回去那個信 如果手邊有空的話 對 因為它應該是 它是寄群組的嘛 OK 沒事我很快速的回應 等一下 它如果是 呃 我先回 回一下 回一下 好 我回了 呃 Normally by 4G OK Twitch正常 我還有順便開另外一個 呃 好像沒有人在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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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像沒有人用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 就Physics 是一個 呃 是在描述的Firming Point 然後 這個Firming Point 好像是有受到 航空拉屋一樣 然後 我們Mathematically 怎麼 deal with this OK 現在沒有 沒有任何問題 OK Mathematically 我們首先就是 要把Firming 先寫下來 那Firming 其實很好寫 我們就 把它寫成 Voreal Transform 然後我們知道 K是 K是一個無限 Discrete OK OK 這個是 C K 那我這個只是把 把Firming Field Real Space 鎖寫成 Psi K 那個Moment Space 鎖寫成 Psi K 然後我們可以做 它的 那個 呃 Creation Operator 的Form 那當然就是 這邊東西 變成這個樣子 OK 這是很Standard的方法 現在都沒問題 OK 還有Sroom都沒問題 OK 那 比如說我們Foreal Transform Back 在Moment Space下 的話就是這樣 然後注意 這個是Discrete 我們K Sum 然後我的Real Space 是Continuous Real Space 對 所以是一個 G分 那Real Space 是寫成G分的形式 OK 好 那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東西嚴格說起來 就是這個 這個Effective Theory 嚴格說起來 不是這個東西 對吧 因為我們這個Bottom Dispersion 我們是完全沒有辦法去 去知道的 對 但是 只要我們不要去Probe 就是說 假設有一些實驗 我們沒辦法 Don't Linearize the Spectrum 的話 那這個Bottomization 這個Skin 就是完全不適用的 那這些CMP 就是說 有打光的CMP 譬如說 還可以打Bottom的Electrum Altom上面的吸發碳 那這個的話 這種Standard的Ninearized Bottomization 大於這個Energy window 就不適用了 這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Line Constraint OK 好 那 現在的話 我們 有了 定義的Fermionic Operator Operator 對吧 那我們現在的話 要做的事就是說 我們要定義State 就是Hermitonian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 在Hermitonian 從解這個 解這個Theory來講 我們到Hermitonian 就是occupied 某一個Branch 那我們現在是 先從一個Branch去解這個問題 那我們假設這個Vacuum 然後我們先考慮這個Right Branch 可以想像是我 就是 呃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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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KF 對吧 所以他可以是想像 某一個K product 從負無線道 對吧 從這個負無線道 一直填到KF 然後CK 這個作用在 臉上 我可以想像 某個Vacuum Vacuum是這樣 填在 完全沒有墊子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Vacuum 應該是用Infinite Electrons Nate Electrons OK 好 沒有問題 現在應該是沒有問題 OK 好 那 那你就知道說 那這個地方可能會有個Ambiguity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 去 去 譬如說 Define 那個Number operator Operator If you have infinite numbers of particles OK How to define 對吧 How to define How to define 那Solution是很單純 那我這邊先擦掉 Solution呢 就是說我們要做Normal Order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第一 D某一個Particle Number Operator 然後它是 有一個基準點 它基準點 譬如說就是 Ground State 這種佔滿KF以下的State 為一個基準點 可以再說一次左邊的0 左邊的0 OK 我這樣子是寫某一個Vacuum 或者是你如果正常來談有些人 你會喜歡寫成這個東西 那個0不代表什麼意思 但是 但是我寫成0的意思是說 這個0是嚴格說起來 是完全沒有例子的 這個0 Star是說 我以這個做基準 這個基準叫做0 對吧 那譬如說我在這邊 在Firming Service 多填一顆的話 我叫做1 Firming Service下少填一顆 我叫-1 我這個0 下面再有一個subscript 0 意思是代表說 reference to the Fermi Surface OK 這樣應該清楚吧 OK 所以這個跟這個0是不一樣 這個是真的是0 OK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東西 有無限多個電子嘛 就是你定義這個0 那個respect to the Fermi Surface 那 我們要那個 將近這個amptitude 我們要定義normal ordering這個東西 那particle number 我們照這場定義 還是上過所有的k 對吧 ck 這個 ck 那我們就直接剪掉 某一個無限大的number 那無限大的number 就是particle number particle number 在那個對應到這個vacuum 一個particle的時候 OK 那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多填一顆的話 多填一顆這個state的話 我定義叫做e的話 0 n 1 的話 那0的話 那肯定是等於1 對吧 照這樣定義 這樣我就可以定義說 無限大加1-無限大的比1 這樣 我就可以定義一個 就可以做一些computation 對 那我就可以去算對應的這個東西 所以假設有某一種time-dependent number的話 那我就可以定義對應所謂的current 所以我這樣是可以對應到某個測能量的 所以這是normal ordering的定義 那normal ordering的定義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把它定義成多兩點 對吧 CK 所以你可以定義任何一個 so normal ordering 定義任何一個operator ABC normal ordering 然後如果你取它的expectative value with respect to buck vacuum 一定會等於定 by definition 對吧 就是多少減多少 自己減自己會等於定 好 那 那我們現在首先 定義的那個 所以 好 現在我們很單純的 就是 Affective theory level Linearized spectrum 對吧 所以我們第一個 Linearized Hermitonian 然後第二個我們有 Fermionic operators 對吧 我們剛剛寫的 第三個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 對應到的Vacuum state 也就是所謂的Ground state With a Fermi point 對吧 地質數增加Fermi Fermi level會變 會變 他就是把這個定義成Fermi level Fermi level 那我是說 就是說 但是你要怎麼定義Fermi level 你如果定義Fermi level 是你的Ground state的話 那你多一顆地 例子數 你就不在你的Ground state 對吧 那你redefine 你的Fermi level 是多一顆 例子數的Fermi level 那就是你的Fermi level 所以這都是一個 Define Defination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怎麼 Define你的Fermi level OK 好 那我們先 先Shift這KF 好了 然後注意喔 我現在要是考慮這個 right branch 這個東西 我們先ignore 就是說 我們先ignore 這個left branch 我們先考慮 right branch的問題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先理解 right branch先理解 然後我們最後再把 left branch加上去 然後我們最後還會再把 speed加上去 OK OK 那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再做一個更細緻的定義 A等於MC平方 A等於MC平方 OK I don't know 哪裡有A等MC平方 這個東西的 OK 如果你要做relativistic的話 你要把那些都把它做進去 但是A在我們這個model 是represents as a lattice spacing of a given lattice model OK OK 好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 for simplicity we suppose 我們的Vermi momenta是0 對吧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點 對應到這個momenta k 這個點是0 OK 左邊的例子 右邊的例子 可以說right branch可以 喔這可以了 那這個就要透過 這個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這是我們CW的問題 對 如果大家有去Journal Club 就知道這個是CW的問題 對 就是這邊 比如說即發到這邊的問題 對 我們可以考慮這個東西 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先 for simplicity 我們先考慮 六零的branch OK 好 那我們這個知道 這個kf 作用在這個上面 我定義kf 然後0 0subscript 00not 就等於到vacuum state 那這個東西等於0的話 那這個k一定要大於kf k一定要大於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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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這東西是下面全部填滿 對吧 就是說我們再重新represent 我們0這個grown state 這個0這個grown state 我們present的方法就是我們有一個right branch 然後填到kf等於0 然後填到kf等於0 這邊是kf等於0 這邊是kf等於0 f equals to 0 然後我填到這裡 把它填滿 然後填到無線 那of course 那個kf 所以k大於0就沒有電子 所以anileless 一個沒有電子的一定是0 對吧 然後我們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反過來 c 這個k 如果我們要多create一個電子 在occupy的那個也是一樣的 對吧 可以小一點 好 我們有這些性質 然後我們就可以define nparticle state nparticle state 對吧 就是說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0particle state 但是我們的0是respect to 這個configuration可以怎麼想 那這個 表示說我有product of i c k i 這是什麼nparticle state 我們這個也不是 有nparticle state 然後 k i必須要大於0 OK 這就是所謂的nparticle state 對吧 那 我當然還可以定義 nparticle state 但是我要讓它是剛好拍拍張上去的 這個東西 那我當然就是必須要把它更寫清楚 這個就是 等於 c k e c k e d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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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已經成完了 不用product 用在0上面 那 ke當然就是以這個k為主嘛 那這個k是2pi l除以1 對吧 會這樣 OK Sorry 還有一個a 然後a去性能 所以n可以去性能現在 OK 好 那我們 譬如說這些state 我們還可以定義很多state 譬如說我們可以定義某一個state 這個是n大於0的state 那n小於0的state 那n小於0的state 我們當然就是annihilate 下面的就是n小於0的state OK 譬如說我們可以定義這個為準的話 我們可以畫一些state 譬如說 3 0這個state victorially就是填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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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然後我們這邊多三個 1 2 3 對吧 那我們可以定義 譬如說 -2 0 state 填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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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然後-2 代表在這邊 少兩個 你就畫圈 OK 這是-2 所以我們就可以present這些state 好 我們知道怎麼用這些 Granonic Operator 在我們那個state 就要寫出來 對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們可以定義 n-particle state 我們要定義一個 very specific state 它這個東西還是remends to 某一個particle member sector的state 也就是我們考慮某個state 或者某一個excitation 所以我們有些這個東西也在 然後我們這樣子 我們又可以定義什麼 n-particle state 對吧 所以我們要定義一個東西說 particle 然後 excitation 那這個東西的話定義就是說 我要定義 我要把某個東西消掉 比如說 k i k i k c c k i c k j 最用在某個n-state 但是 我們假設以ground state為例的話 就是最用在0-state 對 那其實它可以最用在任何n-particle state OK 可以圖像很單純 譬如說 以這個為例的話 假設填 填這樣吧 我可以考慮把這個2這個particle消滅 然後把它移到1裡面 對吧 所以我就等於把這個1上來 形成一個particle hole配分 對吧 near the Fermi surface OK 那這樣對應的話就是說 i 必須要等於1 j 必須要等於-2 對吧 這就是我對應這個particle excitation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說這個particle excitation 就是我的bossom feel 我可以把它理解它是一個bossom feel 那它描述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Fermi surface 如何有在particle excitation下做了一些著動 好 有了這個東西的話 額外的就是 我們可以 這就是 這幾個 這幾個 有fermetic operator ground state 然後我們定義怎麼躍牽 我們可以 define hulbert space space OK 好 那為什麼這個就是important呢 因為我們知道有hulbert space 有heritonian 有operator 那連上我們只要 呃 基本上就是我們可以算什麼東西 這些東西 OK 好 那hulbert space 我們可以有particle number space 就是fog space fog space fog space representation 那就是屬particle number 那這個整個hulbert space 我不知道怎麼寫比較好 這樣寫好 用這個 出寫帖 就是等於sum over不同的particle number hulbert space fog space 那我們這個東西當然是 這些東西就是span by 0 的各種可能性嘛 對吧 我們知道0有這樣的情況 ground state 0加上那個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any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對吧 any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就是說 第一個C 這個東西不會讓particle 變多也不會變少 對吧 就是particle excitation 所以這個 remain in the 0 這個sector 這東西 remain in the 0 sector OK 那同理的我可以找E 然後 在這個E上面做任何一個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然後我這邊有無限多種particle excitation 然後我這邊有無限多種particle excitation 所以我無限多個state 在每個sector OK 所以我理論上這個會remain h1 對吧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構築所有的 所有的state 對吧 然後我有對應的很通年 然後我有對應的operator 我可以透過operator construct 任何一種 那個 tominalic operator construct 任何一種 比如說momenta operator Current operator 什麼什麼 然後我state 加這個operator 就是一個 expectation 就是observable 所以有時候我就可以答個問題解 解決完了 對吧 所以這是我們一開始必須的 好 好 那這個particle excitation 這個情況 就是一個 就像我剛剛說 這我一直想說 這是我們 這堂課的重點 就是bosom legion的重點 可以想像它是一個density bloctuation 就像一個點 就是下面是density 對不對 一個點它上面在動 density被擠啊擠啊 它上面會跳來跳去 所以它就是 behave like bosom 我們現在要prove這件事 當然prove它的bosom 就是透過它的statistic OK 好 那我們非常簡單的先一開始介紹 一開始save 一開始save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 prove prove它的bosom OK 好 那首先呢 在這個基礎下 我們知道 嗯 我們首先 就像我說 particle excitation 是density fluctuation 所以我們要定義到operator 然後我們定義它是這樣 qsum over ok ck加q 這個ck 那我是不是說 把所有可能的 k跟k加q這個pair都加起來 然後這個是某一種particle excitation 對吧 然後我這個就是定義到我的一個 叫做density operator 叫做density operator operator ok 它是某一個sum over or particle excitation 對吧 然後他們的difference是q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是非常對稱的 因為你直接代負q的話 那這邊就變負q 然後你可以shift 然後 你有發現 再取complex conjugation 它就會等於rho q 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要證明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像bozo 那我們就算它的commutator 就好 OK 那我們這個分量還是anti-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那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ship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算吧 對 就這樣 OK 那我們就算 好 我們就算一下rho q1 rho q2 的commutator 好吧 那我們就等於把這個帶進去 那sum over k1 k2 對吧 然後我們就把它寫進去 第一個就是 c k1 加q1 deg c k1 c k2 加q2 deg c k2 ok 然後 我們當然知道 就以前來講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提出來 這個和這個的commutator 這個會放到後面 這個跟這個的commutator 然後 我們就 再寫一次 就是 c k1 加q1 deg c k1 c k2 加q2 deg c k2 deg 然後再加上 c k1 加q1 deg deg c k2 q2 deg c k2 deg deg 然後再加上 c k1 那我們要把這個 commutator 換成anticommutator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 fermio operator 它是anticommute 對吧 所以我們這邊會用到一個公式 基本上就是 A B C的公式 A C 把它換成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就是A 跟B的anti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乘以C 剪掉B 然後 A跟C的anti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OK 我們把它帶進去這裡面就好 然後我們知道 這時候 這個跟這個是 那個anticommute 給你一個delta function 對吧 然後這個跟這個 也同樣 anticommute 給你一個delta function 然後你delta function 再上了一個k的話 就少掉一個k了 OK 這樣看 喔齁 二維也是可以有的 對 二維的bottomization 是比較複雜的bottomization 是一個restricted的bottomization 你要寫成 一個 fermine surface fermine surface fermine surface 我們看到會有勞動 我們考慮的bottomization 是考慮這一個 fermine surface 把這個 1D object bottomize 你是可以考慮這個東西的 但是就像你說的 這個東西的自由度 是比一維的多很多的 一維我們bottomization 可以做得很乾淨 你會發現 這邊是只有density 跟那個face operator 他們commute 他們是互成為一個conjugate variable 二維你有很多個 variable 所以你要做很多effort 但是是physical effort 讓它bottomize 你還要假設這邊transfer 這個tangential tangential to fermine surface 這邊的oscillation 是 也不是沒有 你要做某一個taches anyway 所以 二維的bottomization 基本上可以想像是一個 一維的string theory bossonic string theory 它在bottomize 這個string object 某種上來講的話 你可以這麼做 你在bottomize 是一個 一維的object 那我現在在bottomize 是一個零維的object 然後對應到的話 就是這個density operator density fluctuation ok ok ok好 那我們繼續 那 首先呢 我們 就 因為沒有我的notes 所以我就 detail我就也不要寫太清楚 不用寫 不用再 這個東西的話 然後給你一個delta k1 k2 k2 加上q2 對吧 然後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給你一個delta k1 加q1 然後 k2 對吧 ok好 然後呢 我們 繼續 把這個algebra 做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 剩下某一個k2 我就直接把它寫下來 k1 加q1 加q2 c k1 減掉 cdeg k1 加q2 c k1 減 q1 然後 比較我原來的definition的話 這個東西就是rho的q1加q2 這個definition一樣是rho的q1加q2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rho的q2加q2 所以會等於0 所以我就發現這個東西會等於0 所以這不是嚴格的boson的那個commitation relationship 因為我們還要考慮一些特殊情形 因爲我們還要考慮一些特殊情形 這邊都是在考慮一些InfiniteSum的問題 然後我們說這點的InfiniteSum相減一點我會是0 By definition of... By infiniteSum higher in my definition of fascinating matrix 這是我做到一個好像它變成0的方法 但是subtility 還是用subtility 所以我們要考慮一件事情 When Q1 加 Q2 等於你 我們會把它整個事情 那Q1 加 Q2 等於0的話 我們就把它音格寫起來 就是Row 那我們Q1 加 Q2 等於0 我們就定義Q1 等於-Q2 我們就要Q1 等於-Q2 等於Q 所以我們就算這個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然後我們就repeat 剛剛的算法 Repeating 剛剛的算法的話 中間我們知道最後是兩項的那個 這個相減的吧 因為是cdeg k1 cke這個 減掉我們的東西 cdeg k1-Q 我們剛剛也是類似到這樣 我們剛剛也是類似到這樣 我們剛剛這邊是kd加k2 Q1加Q2 對吧 然後0 然後這邊是 加Q1-Q2 對吧 我們現在有這個impose 先把那個東西帶進去 然後寫成這兩頁 那你發現這個東西照我們的定義 就是一個number operator 對吧 那我們把它寫回去number operator 然後再no more order number operator 就是真的no more order的number operator 再把它加上去原來的 vacuum expectation value的話 你會發現說這個東西是等於 no more order的這個的話 然後再加上這個東西 去再0 OK 這是這項 我把它寫回去 no more order 這是我的particle density particle operator的吧 然後再減掉 同樣是這個東西 上open k1 no more order 這個東西 然後再加什麼 sorry 這邊就變緊了 那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就這個density operator no more order的話 by definition 他們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 some of k 這個shift 是沒有關係的 對吧 但是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有個shift by q的吧 然後一個是沒有shift的 by q 計算某一個 fermi energy 那個我的 那個vacuum state which occupy on a rise branch up to my fermi level 然後我說這個kf等於0 對吧 對吧 我這邊 一個是 加到某個 譬如說我這個東西 是加到某個ke 好了 但我另外一個是 再加到某個ke-q 所以我永遠是 插 插多少個 插一個 2pi 除以l 乘以qe 一個 number 對吧 所以我永遠插這個number 進去 sorry 這邊是l 除以l 除以土牌 ok 所以你發現說這個東西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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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東西相緊之後 永遠插 q個 然後彼此之間 會插 間隔插 l over 2pi 三個q個 ok 所以答案這個東西 會等於 q乘於l 除以2pi ok 所以我們得到 這個的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由一開始的 加上我們考慮 qe加q2等於 的情況 這個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應該是會等於 1 qe不等於 q2 或者是 q 也就是這時候 這是q l除以2pi qe加上q2等於 所以 qe加上q2不等於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然後這個已經 很像合上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一種 bosonic operator up to a normalization which is q dependence 所以我們 我們基本上 已經把電視頻 operator寫成 寫成 寫成 由一個bosonic statistic 的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我們已經把它 bosonize 那我這邊還 我前面 我的node 下面有個comment 那這個comment 基本上就是說 我這個normalization 我這個additional 這個 不一樣的情況下 它是 dependent上我怎麼去 去做一個shift 在我的infinite sum裡面 那我這個東西 都是respect to 一開始是ke c cke degger cke cke cke-q degger cke-q 如果你前面 你在做infinite summation 的時候 你說一個shift的話 你對應到這個東西 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所謂的infinite-infinite subtlete 但是說你只要是先fix 那這個standard的話 是怎麼樣 你就是要去fix 某一個 你的regularization 我這邊要把五線大 剪掉就是 我會弄 regularization scheme 那我選擇這樣shape 是我的momentum 我已經選好的話 那我就要維持我的困樣的選方 那我就不會有問題 ok 好 那 ok 所以這個東西 我在後面這邊寫 就是說我已經 基本上已經把bosonize q e 加上q 2 1 然後q l 除以2pi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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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要把它normalize 把這個factor 那我就配bosonize 所以我define and boson fill 譬如說bq 第二個會等於更好 那我就是把這個東西出過去吧 那它有兩個嘛 所以我必須得開更好的吧 2pi 然後我這邊for 避免q是負的 我現在都取絕對字 但是你會發現我 我可以定義 q正q負 通過改變它的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我發現它是rho q 然後這是q w 那我可以定義 那這個bq 會等於更好 2pi 3q 不是 就是value of q rho degq 那這個東西呢 rho -q 然後這也是在q 代表的branch 我可以同樣定義這件事情 然後滿足了它的md 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 跟這個 的computator 剛好等於rho q 跟rho -q 的computator 這兩個相成 剛好把前面的overall 的那個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的那個 前面的coefficient 可以決定了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件事情 然後擺這個definition 以下 我們就可以 有computation relationship 像是 bq bq plum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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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然後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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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rad 我們好處就是說 現在是reverse 寫我的folder 1 2 3 define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然後 rewrite 是我的 density operator by my bosom field 就是 rewrite density operator 那我們就可以定義 rho q 我們從這邊把這個移過去就好了 我們可以定義 either is bosom creation 或 bosom annihilation depends on my q 那我這邊是 q 代語證 我覺得它是 creation 我知道 q 代語證 我就要 create 那個 particle 那 q 小於 0 那 0 當是reverse 圖 我定義的這個 fermi momentum 是 0 的嗎 那我這邊就會變成是負的 我的 q 小於 0 就 q 大於 0 這個東西 我可以重新定義 負 q 代語證 另外一個 q 代語就是 q 小於 0 那我就定義的 annihilation operator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寫 l q over 2 pi bq 大於 0 然後這是 q 大於 0 然後另外一個是更號 l q module 2 pi bq 小於 0 那我就可以 define our density operator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define boson 其實我們是 define bosonic operator from commutation relationship of density operator 對吧 所以我們這樣再 rewrite 回來 OK 那我們現在有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 那個 construct density operator by construct density 我們已經 construct density operator by bosonic operator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要construct by linear fermionic operator by boson field by bq 代語的 bq OK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的 theory 是 bilinear in fermion field OK 所以我們先考慮這件事情 這是我們的 fermion field OK 那我們知道我們在做 forward transform into momentum space by c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c dagger 寫 c寫成那個 density operator 所以做法其實很單純 這邊就是 kp的吧 e的i k-p f4 那這邊就是 ck dagger cp的吧 sorry 分析存取是p 先寫 cp dagger ck OK 就是把每一個都寫成 momentum的 fermionic operator 然後我先把k 進去裡面sum 然後shift by q 因為我定義k-p等於 負q就對了 ok 1 over 2 sum over q e的負iQ x 然後這邊就變成sum over k 那就是c 然後因為我k-p等於負q 所以p就等於k加q了 然後by definition 這個就是我的density operator ok 現在沒有 所以我這個東西 by definition 我就直接 下來了 這就是我的density operator rho q 然後我們就等於 我們要做forage transform of my density operator 對吧 基本上我們就做這件事 which makes sense 因為這是density operator in real space 因為這是density operator in real space 1 over l sum over q e的-iQ x ok 那我這個sum over k density operator for given q 那我這個density operator 寫成這個樣的形式 然後我們 理論上要寫兩個branch 因為這個sum over q 是從-5線道到-5線道 所以我有兩個branch 這個branch 當然我還要寫一個data function θ function sorry step function 那我這邊就先不寫了 反正我們 塞一點空間 好 我這邊是q大於branch 所以我這邊應該有一個step function 寫在前面 但是我就先不寫好 q 3 2 5 bq 我這邊是q小於0 ok 我只是把它寫下來 好 那我們現在 再翻這個 把它q小於0 全部翻過來 翻成 sum q大於0 比較單純 所以我就可以把這個寫進去 ok 所以這邊就可以寫 1 over l sum over q 大於0 那q大於0 這邊也是一樣 那q大於0 所有q不大於0 我就把它偷偷這個 我們就寫在外面好了 所以這個偷偷外面是 根號lq 除以2pi 對吧 這邊q大於0 這個在外面 然後第一項是這個 成這個 所以是b q 這個一個 1的-i q 0 然後再加上 這個東西 要翻成符號 對吧 我先說q大於0 sorry -q -q 所以它會變成 1的-i q xbq 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發現一個 我們observe的一件事情 我會把 2 兩個fermium 的一個 operator 對吧 bilinear fermionic operator 會寫成 one bozo 對吧 所以我們 問題就是發現說 這個情況 2 fermion 變成 on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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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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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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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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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發現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你想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 所以一個interactive 那麼困難的問題 我變成一個non-interactive 那看起來到底哪裡我上次了什麼東西 上次是你的observable 全部都是Vermium的operator寫下來的 當你寫成Boson的話 你對你的observable是非常醜的 所以你很難去算exploitation value 對吧 你還是配一些price 但是很難還是doable 因為它在基礎上都是non-interactive 那interactive theory的很複雜的observable 理論上你都有辦法去manage 所以你配的price就是 就是Original theory的corresponding from your ionic observable 你要 rewrite in terms of boson 然後去算它的exploitation value can be very tedious but you reduce an interacting problem to a non-interactive problem OK OK 好 然後呢 還有什麼可以講 現在在this moment OK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還有一個可以observation 就是說binear可以寫成single boson quartic可以寫成binear in boson 然後你發現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定義很多東西嘛 譬如說tremiatic operator ground state heover space 然後我們現在找到對應到的boson field 那我們還要去理解這個boson field 跟原來的heover space 到底有什麼對應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要把一些可能遇到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去理解它 所以我們現在要理解就是說 這個boson field 跟原來的heover space 就是這樣的對應 OK 那你會發現一個事情就是說 首先 這些boson field 這些boson field 這些boson field 還記得是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對吧 所以它preserve number particle 所以你會發現 這件事情是commute 那commute 是particle number algorithm 所以這個東西都preserve 你的particle number 那physical 你就是說 physical meaning 就是particle hole exci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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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你當然可以直接去check 這個東西就是 你再把它重新寫成boson field 就可以了 或者說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rolling 然後你再把rlo excitation 然後在cube的b 然後在cube的b 然後在每個comment 然後有這個observation的話 那你就可以還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heover space 我們原本寫heover space 是direct sum of particle number fixed heover space 對吧 那我們說 原來在n0的 它會屬於 在n的heover space 對吧 那我可以考慮任何一個function any function 我剛剛有說過我們可以用particle hole excitation 去generate a set of states which不是這樣乖乖的從低到高的 如果在這個結果 在dimension大於2都在裡面 dimension大於2是非常複雜的問題 我還是要從這件事 dimension大於2的問題是 可以解的 Hotan他們已經去解釋過了 它裡面沒有很多sub動體 sub動體 最重要的sub動體是 最重要的sub動體是 real space的問題是 我們通常就只有x跟p 這樣可以去解 對吧 再來 二維的問題是說 這個東西 x跟p還是一個classical phase space 然後你要去bolonize它 你會 沒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contact的方法 沒有一個很好的contact的方法 但是還是可以做到 就是說你要定義很多infinish sum的問題 但是思路是2D的問題 就是說考慮一個2D的fermi surface 它的fermi surface是一個line object 我可以考慮這個patch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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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一維的問題 都是一個一維的問題 這是一個一維的 那個fermi on的問題 那這個一維的fermi on的問題 我都可以bolonize 那我現在要考慮不同patch之間有一個 boson-boson的interaction 那就是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要有角度的交互作用 在fermi surface 在fermi surface 角度跟角度中間有交互作用的話 我們可以定義某一個 叫做 這個 這個 θ1 θ2 的interaction問題 density 在θ1 density 在θ2 這個 fermi surface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是再考慮這個interaction time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二維的bolonization做完了 這個東西 就是 難道fermi liquid theory的精髓 這個叫做 難道parameter 在難道fermi liquid的裡面 對 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問題 在不bolonize的情況下 這一套難道fermi liquid 可以把若想像是classical的一個observable 或者是說hydrodynamic variable 實際上是我們在處理流體力學的密度嘛 對吧 所以我們可以用流體力學的那些language 把一個二維的分辨liquid的所有的response寫出來 那二維的bolonization 基本上就是在bolonize這些classical field 或者是hydrodynamic variable 是duable的但是有subporting 好 那回到原來 就是說我們剛剛說 在這個nsector裡面 我可以create 可以generate 一系列這個particle number 都是n的vector 把這個particle excitation 因為這些particle excitation 因為這些bosonic operator 它基本上是什麼的particle excitation 它不改變particle 所以我可以any function which is a function of bq and bq dagger 對吧 它不會作用 它就可以generate a set of n-particle states 對吧 它也是beknown to 這個東西 所以我可以generate 理論上 the complete field of a space from a given field an particle state generated by an arbitrary function express in terms of 這個bolon field 所以 好像就結束了 但是還有一個東西必須要去講 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個stheory 假設你把firmial 寫成bosal 然後這個bosal 雖然可以create 一個set of a complete set of 那個functions within一個subfield的space 我們說這個 是subfield的space space however 光榮這個boson field 你是沒有辦法connect to connect different particle particle number the hubspaces ok 所以 we need another operator operator to connect different subhubal space 對 然後這個叫做climb vector 好像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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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像沒有卡住了 ok anyway 我們要定義一個climb vector 我們定義f climb vector ok ok 好 那我現在快速的 快速的summarize 我們上半部再講什麼 然後我們下半部繼續 ok 所以我們上半部主要講 linearized hematonin effective hematonin 然後我們firmionic 可以給一某一個ground state 雖然我們要處理 infinite dimension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 summar normal order 它還是可以得到 reasonable mininful的一些 observable 或operator by normal order ok we can define a heover space 對吧 我們要這樣 from from fermionic field 主要的上面 或者是 對應到的 基本上那個 particle or excitation 是fermionic field 組成的 from from fermion operators plus 這樣可以 plus the ground state ok 我們可以 find 或是 construct boson field 從 particle or excitation 從 對嗎 就是 ck a加 q ck 對嗎 然後 對 我們可以 restore d the the ok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 binenia fermion field 變成 one boson field 然後 quartic fermion field 變成 binenia boson field seree 對嗎 第七個 summary 第七個 summary 就是說 we can restore the hielber space space from 比如說 零 clime factor 然後 plus boson field 所以這個 theory at this level 就complete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在做一些 細節細節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休息個 20分鐘好了 然後 我先 繼續放著 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好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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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